我自己的特色用这个借款和盘扣 我去穿一下 你好呀 我来取我的快递 我大老远从45公里之外的地方过来的呢 我们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 光是为了取快递的话 那一天就得走好几趟 女孩子又不爱奶奶奶 如果是挨家挨户送的话 那就头天满意儿了 等你收到快递的时候 你可能老了 不是快递过期了 是你老了 这是一个我买的桃子 芒果桃子 哇 尤其很夏天这个意思 这些的桃子的样式都会比较清淫一点 好像是 又像衬衫又像裙子 但又有自己的特色 用这个这款盘扣 哎呦 我去穿一下 什么味冻冰草 什么味冻冰草 凉草先行 这个葬草 下一次活动的时候 尝点点 很细奖 然后上次我做完饼干 其实呢没拍的时候做了一个蛋糕 但是由于我的模具不太行 所以海鱼说 大家知道海鱼吧 乌达姆的妹妹 她非常像乌达姆小时候 乌达姆小时候就在我们家嘛 然后所以一直哭着 我弄不哭她 等到现在海鱼也长大了 跟她哥哥小时候也差不多了 我就弄不寒日玩 给她做了个蛋糕 她还说挺好 但就是模具不全 所以我在网上买了一个 我们这儿没有 我找了好久好久 这样的就比较难找 这样的就是弄那个什么的面的 这样的都比较难找 不是说没有 那就是很难找 而且我们现成就稍微贵一点 这个是分蛋黄和蛋清的那个 还有一个什么调底纸 这是做糕点的那个纸 最重要的是这个 有没有容器 所以你去做的特别的失败 味道就可以 6寸才这么点吗 大家自己要买的话 可能就是你们要买 你们就买8寸的 6寸还不是挺深 不太深 才这么点 但是它很好去拿出来 现在我们的两个手包 正好借着这个时间 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5月20号到5月23号 是店铺的活动 一直会全天做直播 给大家送福利哦 大家的快递盒子外面啊 这一块这个地方 会挂着我们的一个开箱神器 所以你们就不用翻箱倒柜的 找一些尖尖的东西去拆快递 尤其是女孩子拆不了快递 女孩子不可能拆不了快递 但是我们每一个架 上面都放了一个开箱神器 大家好好找一找 还有些看了这么多年的视频 都不知道我在做直播 我视频拍了三年多 那我直播就是做了两年半 半年之后才开始的嘛 所以一直有的 哎呀有时间也 到我们晚上8点半的时候 直播间跟我们聊天 这个女孩子用的东西 是梅笔 这个不细酱啊 水水碑 哎 挺好看的 你看人家 珍珠热奶茶 杯一热少糖 哦一杯热的少糖 杯热的少糖 杯热的少糖 这两个一样 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不要珍珠 它应该是大宝自己要的这个吧 红茶是不是 好 这种茶它是甜的嘛 所以跟我们那个甜食 喝的咸的 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味道 我们也平时爱吃这 爱喝 喝一个 喝一杯的话 近期可能不会想要再去喝 那个咸口的我们是天天喝 都不会腻 这个啊 快发泡 不是这样的 美的 就我想吐槽一件事 就这个纸西瓜真的不太 就是啊 而且这个口感就是那个什么 不好 不喜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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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吵一下 应该视频里面说 可能老板看 哦 哦 好烫 这个纸西瓜 你看是环保的吗 还是干啥 嗯 有点 黏在嘴巴上 哈哈 他泄露了会怎么样呢 手机号 手机号 查到我的什么 所以呢 他会干什么坏事 就骚扰呗 我就跟他说 牛耳干要吧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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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